接下来这样子的大楼谁敢住呢 台中有一个文教基金会遭到投诉 说他们买下大楼之后 违法停棺材办法事 详情连线记者张俊东 俊东 好 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一段画面 是告别式的会场 包含民众持相祭拜 另外还有家属坐在后方披麻待笑 这整个告别式的过程 是在台中市东区的一处大楼的楼层里头 所拍摄下来的 这是投诉民众所提供的一个画面 民众指控了这个大楼 怎么会变成了殡仪馆 在里头有停棺的情况 甚至还有棺木从大楼里头移动出来 那么这个大楼呢 是台中市的一个立案文教基金会 所购买下来的 在整个大楼里头变成了这个情况 刚刚稍早呢 大楼的管理人员也出面否认了 这件事情 我们来听一段稍早访问 几年前啊 好几年前啊 没有讲过 并年有吧 并年有 以临终住念跟行善为立案目的的这个基金会 在台中市购买了这栋大楼 不过有民众直击 这样的画面有告别式的整个过程 另外还有台关从大楼里头走出来 整个画面都被民众拍下来了 现在来进行指控 尽管了这个基金会提供场所 让老人住宿 但是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让附近的邻居非常的害怕 那么接获投诉的民政局也提到了 这个情况如果查证属实 违反了殡葬管理法 这个基金会恐怕会被开罚 30到150万元 这是目前为你掌握在台中的最新情况 再把时间镜头交还彤里直播 好您看到台中这栋大楼呢 现在是被附近邻居指控 简直变成了殡仪馆